呂齊齊 重要的球員就跳出來 其實那場比賽他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 職業生涯的第一個賽季 阿吉打了職業的第四年 他在第一年其實表現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另外這個球場很大的特色就是 重低音喇叭 對 阿吉攻擊力跳投也得分 看起來兩下籃板球往前場推 阿吉想打快攻 對 有辦法快速的復正 對 這也就是回應到剛才主播講說 兩年的球 好 麥卡洛 麥卡洛 這是一個大碰的 哇 強森聯俊兩球 這個 得分回溫 沒錯 聯俊基很快的從外線懷疑 勇士隊如果說可以贏球的話 對他們整個團隊的自信心也好 阿吉已經分享過了非常多 勇士團隊的第三次贊規 林俊錡投入的位置 再出手 命中外線 林俊錡 從地區中 再出現兩分 林俊錡個人連得五分 不過這邊阿吉的連續兩次的得分 連得 阿吉 繞開了周桂宇 球彈進框 個人連續七分 一 這對這一波的 進攻的效率相當好 哇 林俊錡沒有人能阻止他了 我的天 阿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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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籃板球的保護部分 夢想家這樣比賽 狂刷了66個籃板球 至少要得到15分以上 是 阿吉踩一個點步 讓強身陪上犯規 阿吉太聰明了 遇到高大的強身 做了一個假動作 讓勇士隊即便是有追分的氣勢 但是就被他一個人壓下來 是 在夢想家所有的輪圈裡面 阿吉都站在中間 對 勇士隊在今年賽前 掌益17次的失誤 這個能夠力強的速度 那這一球投群的 從ABL時期成立了 今年要邁入第七個球季了